你不想放在水里面 更加温滑的水里面 你也想放在水里面 当你的衣物是湿的时候 有没有 塞到你的职场里面去 职场可以在没那么 咸的水里面把水吸收走 海水不行 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extreme 我们也不鼓励这样 Hi GQ 我是孙玲野 我是来自国际野外医学协会 救援医学的导师 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影视作品当中的野外求生片段 逃出亚马逊 那像刚刚那样子的环境 它的手上全部都是泥土 然后在完全没有干净的情况下 创造一个很大的伤口 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感染的几乎是百分之百 如果一旦感染了之后局部的感染 会造成全身性的感染会发烧 甚至这个地方离脑部很近 它的致命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建议当你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不要自行把它取出 还是要去比较正规的医疗单位去做处理 正常来讲服用一种药物 它会让成虫死在皮肤下面 你的身体就把它代谢掉了 人的皮下要寄生出这么大的虫的话 是没有那么大的机会的 从它的寄生卵发育成成虫 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把它讲的比较理科难一点 这是非牛顿流体 非牛顿流体的好处是它的浮力会比水大 它的坏处是你一旦进入到其中 你的身体跟非牛顿流体的摩擦力会也很大 也就是说陷下去会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有浮力 但是要把你浮起来 因为因为摩擦力的存在很难浮起来 我们的建议是首先一定要冷静 不要乱动 然后为你自己制造最大的浮力机会 他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了 无论是他身体的能量还是血糖都非常的低 所以他咬或者是不被咬都会出现患解 活蚁或者是红蚂蚁 他其实就是当他咬你的时候 他会释放比较多的蚁酸 到你的皮肤下面去 让你的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 那在产生剧烈疼痛的同时 当然可以让我们人有所谓的这种应急反应 Acute stress reaction 就是我们很激动的时候 我们的力气会很大 我们的精力会更集中 有的时候甚至会忘记疼痛 但是由于这种乙酸是一种 我们叫异物蛋白 它会让你的身体产生像被虎头锋叮咬一样的 这种过敏的反应 当你的全身的过敏非常厉害的时候 会发展成为过敏性休克 这个是致命的 我觉得可以用一些更安全的方式 比如是掐大腿 我们古代有头悬梁追刺骨 差不多的意思 用一点更安全的方式 更低风险的方式 我觉得更好 这样子的红布在非常密集的丛林当中是看不见的 一定看不见 你如果说要在地面被空中的收救的工具 或收救的人员所发现的话 一定要创造contrast 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就是放狼烟 就是制造很多的烟雾 在空中就是比较容易发现 所有的地方只有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人 但是有烟 那可能就是一个型号 我们建议沿着水源去寻求帮助 是比较有机会的 因为首先有水源 你至少还有水喝 从整个地理的形式来看 你沿着水源往下游走的话 是有机会被沿途的村庄 或者是沿途的人所发现的 如果说你自己跟队员走丢了的话 原地等到哪里都不要去 但是我们有很多案例 很多人要求生 当他觉得等不到人的时候 他就想要移动 当他要移动的时候 等到救援者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会去用这个地方做一个原心 然后算他的时间 来在原心周围的半径的距离里面做一个搜索 圣母风 人一旦室温的时候 会从我们的标准体温37摄氏度 然后往下降 当我们轻微室温的时候 你会出现不可控制的抖动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 是你的神经系统还在工作 告诉你说 麻烦你动一下你的大肌肉群 转化成热量 把你的温度重新升到我们固定的37度 但是如果说环境像这么恶劣 然后你自己也失去了行动能力 或失去了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的话 基本上降到34到33度左右的时候 你需要透过外界的帮助才能回闻 在圣母风上没有外界的帮助 人的皮肤很有意思 冷和热是透过这个信号到你的大脑process出来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冷是热 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热是冷 就像是我们闭着眼睛摸一个很烫的东西 但是给你看一堆冰款以为那是冷 所以一个人在极度室温的时候出现热的幻觉 是有机会出现过的 我周围也有很多例子他们都会这样 然后你发现他们的时候衣服都脱光了 然后死在那边 127小时 我们做医学救援尤其是野外医学救援 我们常常会说风险受益比 如果我不把手砍断 我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死在哪里 如果我把手砍断 然后能够有效的止血 我还有机会被救援或走出来 困在那个地方我看得出来 就是让他致命的机会有两大点 第一点就是犹他州的夏天 是非常非常非常炎热的 即使是夏天的夜晚也会是非常非常冷的 所以白天很热晚上很冷 典型的沙漠的气候 他的手这里已经完全的被砸碎了 泥土和这些石渣会在伤口上形成感染 感染的话会往上感染整个身体 造成全身性感染 然后出现白血症死亡 他其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是 我尝试自救过了 我没有办法把石头挪开 我就是锯断然后去找帮忙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沙灿 其实如果说你在海上感觉到口渴的话 可以用海水打湿自己的皮肤 让自己的体温不要那么的高 这样子的话 也会降低你身体里面 残余水分的继续的挥发 当你的身体比较凉爽的时候 你不会出汗 所以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比较慢的流失 如果有雨水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收集雨水是一个 有办法把水储存起来吗 我想比较难 我们野外求生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 当你的衣物是湿的时候 有没有 塞到你的职场里面去 职场可以在没那么咸的水里面 把水吸收走 海水不行 之前我有认识一个英国的求生专家 叫做Ed Stafford 他把充满水分的海螺肉 塞到自己的后门 然后通过那样子的方式来尝试让自己 补水 但是在我而言 这是杯水车心 一点点的螺肉里面的水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extreme 我们也不鼓励这样 你要从鲨鱼攻击人的比例来讲 他的攻击率和致死率是极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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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就是说你人品真的是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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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有机会看到鲨鱼 他还不一定攻击你 当他看到水面上 比如说水下是白色的 然后有水花像是在游动的这种东西 他会觉得这是他的prey 他就会上去做一个investigate 去调查一下你到底是什么 所以鲨鱼咬人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人类对他过于的恐惧的 统计学来看的话没有什么的 比我们骑欧都白安全多了 一出好戏 做船出去是其中的一种求生的方法 但是对我自己而言 你要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也要对你的求生技能有相当大的自信 首先第一个自信就是 你绑的这艘船需要足够的结实 因为在海上还让人打你两下的船就散了 你要把它绑紧的话 意味着就是你需要会绑神结 第二个海上不是陆地 你如果说船散了你就是在海水当中了 人在海水当中你会游泳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海水会因为水温太低 让你的肌肉失去运动的能力 也会因为洋流的关系把你越带越远 你终究会就是力竭而亡 除非我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在我的附近就有较大机会的人类生活的岛屿 然后我判断天气OK 我判断阳流也OK 然后我判断我的时间 小法子的动力速度有多快 我才会去冒这个显著这个事情 我刚刚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了乌云来了 但是我也看到了远处有一个岛 这个是要做出取舍的 因为人在海上真的出现雷暴天气的话 你是有较高机会被雷击中的 你看这云已经很低了 我相信如果我在陆地上看到有这样子的天气 我是不会出去的 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高的机会回不来 浩劫重生 椰子其实是一个CP值很高的食物 因为它有水分 有电解质 有蛋白质 还有脂肪 你看我们用的椰子油 其实就是从里面来的 所以你如果说要在野外生存 如果能够有椰子作为一个食物来源的话 是非常理想的 椰子它其实是由三半壳组合而成的 它最脆弱的地方是三半壳的交接处 就是假如说椰子施数上是这样长的 这个地方是比较脆弱的 如果是我要吃椰子的话 我会跟它一样 我会想办法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树枝 然后这个树枝可以像磨铅笔一样 在一个比较粗糙的岩石上面 把树枝磨成一个很利的一个尖尖的东西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好握的石头 用这样子的方式把这个树枝砸到 所谓的椰子的眼睛里面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熟能生巧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买一点台东的椰子回家自己试试看 对啊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要用这样子的方式透过摩擦生热 然后再把火熔点燃 首先你要很多条件 比如说你的空气要相对干燥 温度也不要那么低 然后也不要有雨 否则这些条件没有的话 你是很难生活的 我们常常会用拉弓的方式 就是在比如说它有椰子壳 我把椰子壳的其中一个半圆形 压在一个垂直的树棍上面 我想办法找到我的鞋带或者绳子 然后再用其他的树枝做一个弓 然后绕半圈一圈在这上面 我这样子来拉 这种感觉有点像拉二火 但是这个木棍实际上在拉的时候会转动 这个会增加效率 但是你还是需要火熔 这部电影里面它用的是纸屑 其实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而且这个纸屑要极度的干燥 我会去找那种掉到地上很久的椰子 然后把椰子表面那个黄色的 像头发一样的纤维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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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样撕下来 然后收集很多之后 拿到太阳下面去曝晒 曝晒到足够的干燥 那里面有一定的油脂 而且它很细比较容易找 那如果说我是在其他的森林的话 我会去找一些油脂比较丰富的那种松木 刚刚说的是火熔 你还需要接下来还要有比较小的柴 然后中等的 然后最后最大的 然后让这个火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你刚好有那个避孕套 有没有 把避孕套装满水 它会形成一个透明的球 把它捧在手上 刚好形成一个好的角度 可以让阳光集中达到放大镜的效果 但是这个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大 你刚好要刚好 眼睛蛇的蛇毒是血液毒 那其实我们的蛇毒分为血液毒和神经毒 血液毒就是咬到你之后 你局部的组织会溃烂 会感染 会发炎 然后溃烂到全身 造成全身感染而死掉 那神经毒呢 是透过这个地方 毒素传到全身各地 攀患你的神经 然后让你没有办法 最后就是你的呼吸控制 没有办法 然后因为窒息而死亡 屁股离 头比较圆 嘴巴离 头比较近 那你觉得用嘴巴把它吸出来好吗 我们口腔全部都是黏膜 黏膜是可以吸收这些毒素的 所以被蛇咬的最好的做法就是 直接用大量的清水 把残留在表面的蛇毒 把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记住这个蛇长什么样子 尽快的送医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医院有抗毒血清 而且每一种抗蛇毒血清 是对应这种蛇的 比如说眼睛蛇 我就是用眼睛蛇抗手毒血清 Anyway 我建议大家 要去到一个地方 打草精蛇 边走边要你的手脏 在路边打一打 阵营阵 拿到蛇蹄 他会走掉 亲爱的访客 其实我们人失去温度 一般通过四种物理的方式 比如说你会因为蒸发善失热量 你会因为传导善失热量 你会因为对流 就是风吹 上失热量 你还会因为辐射上失热量 我要把我的衣服脱掉 为你取暖 在这样子的环境上 我要为我自己做一个 还是那句话 风险的 损益笔 这个案例 我们往往在加拿大遇到蛮多 因为加拿大有冬季的活动 迷路了之后 还有包括在汽车 在偏远的山路抛锚之后 我们会发现两个拖得光光的 湿温的人在一个睡袋里面 然后两个人都死去 这种室温是不可以放到温泉里面去的 你直接把它放到温泉里 或者泡热水澡 它会死得更快 因为身上的这些代气产物 会很快的回流到核心 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 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医学问题 这样子的人去医院 他们往往会通过透析的方式 把血液抽出来 加热到差不多35度半 循序渐进的输回到身体里面 我们叫体外循环 这是医院里面可以做的 我们在野外做不了这件事情 我们在野外唯一能做的 我们要把这个人包裹起来 用一个保温包裹的方式 把湿的东西换下来 一定要有电的东西 阻断传导 阻断蒸发 阻断对流 然后阻断热的辐射 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野外求生 野外医学救援 野外医疗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但是我想说今天分享的只是 非常支离破碎的一些极小的片段 那希望大家在这些片段里面 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 系统性的去了解这些知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拜拜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